10月14日 中国海军055舰艇编队途经对马海峡 抵达俄罗斯彼得大地湾附近海域 以055为首的6艘军舰编队成功与俄方参演海军会师 中国海军混合编队中 共有一艘055型驱逐舰 一艘052D型驱逐舰 两艘054A型护卫舰 一艘903A型大型综合补给舰 一艘潜艇救援舰 一艘潘杰烈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 两艘20380型护卫舰 两艘扫雷舰和两艘潜艇 规模空前强大 从指面实力来看 单是一艘055的战斗力就已经顶得上小半个俄军舰队 潘杰烈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排水量为7500吨 舰上装备的主要是反潜武器 并未搭载垂发武器 两艘20380型护卫舰 灯位也只有4000吨左右 舰上也同样未配备垂发装置 055单舰的垂发数量就已经超过了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总和 作为中方现有的最新一代大型驱逐舰 055让俄海军非常炎热 纵观整个俄军参演编队 没有一艘水面舰艇的性能能够与相同定位的解放军军舰对标 面对水面舰艇逐渐端待的相距 俄罗斯海军将发展重心 集中到了水下的潜艇上 俄海军预计在21年和22年连续列装 两艘第四代战略核潜艇 及北风之神系列核潜艇 届时 中俄海军可以形成更好的力量搭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